在这部剧中还出现了燕燕的一个男朋友 就是汉人韩德让 我觉得韩德让他过去跟燕燕不会是青梅竹马 因为两个人的年龄差了十岁以上 可是这个韩德让帮助燕燕的儿子 也就是后来的辽胜中 在小小的十二岁的年龄 就能够即位 这可是打破了辽国的过去的规制 那么而且韩德让跟萧燕燕萧太后 一块打了很多的胜仗 也安排了国内的汉化 我们来举两个例子 各位可能看到韩德让 觉得他是不是文质彬彬 其实他是文武双全 比如说各位听过高粱和之意吗 当时宋太宗带着大队人马 要去进攻辽国 就是韩德让把宋太宗打得落荒而逃 宋太宗还因此得了一个不太好听的封号 叫做大宋车神 意思就是说驾着车一路往南奔逃 另外一次就是发生在西元986年 这个时候辽景宗已经过世了 也就是宋太宗的雍西北伐 派出来的大将是谁 就是金刀无敌老令公杨业 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次萧太后 是亲自披挂上阵 他也找了契丹族的战神 耶律邪陈还有耶律休哥 结果我们看到宋朝的军队是完全的大败 而且这个金刀老令公杨无敌杨业 被俘虏到了契丹的军营里 最后绝食阵亡 那么萧燕燕把这个杨业的头颅砍下来 为契丹的将士们加油 但是他也替金刀老令公修庙纪念 所以我们也看到他另外一辈尊敬敌人的情操 当然在历史上宋辽之间 最重要的一场战役 也就是禅渊之盟之前 萧燕燕这个时候已经超过50岁了 他亲自带领着军队直攻禅州 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浦阳 那么当时朝野震动 本来很多大臣都说 皇帝赶快迁都逃跑吧 那么还好名臣扣准 劝宋真宗御驾亲征 所以双方化干戈为玉帛 那么坐下来就迁了禅渊之盟 统合22年 在经历了25年的战争后 辽宋在禅州城下签订合议 辽宋约为兄弟之邦 以白沟河为界限 因禅州在宋朝 亦称禅渊之盟 故事称禅渊之盟 从此两朝往来通史 开始了长达120年的和平时期 从此以后两国约为兄弟 那么辽国当然就是帝了 我们大宋是兄 那么因此呢 我们的皇帝宋真宗就要尊称 这个萧太后一生熟母 第二年呢也就是西元1005年 那么萧太后过生日 宋真宗还派人送了礼物 这一份禅渊之盟呢 维持双方一百多年的和平 两边互派来使三百八十多次 所以对老百姓来说 是一大福音 萧燕燕呢 她跟韩德让之间 我认为她们是一对彼此呢 惺惺相惜 在感情上互相依赖 在事业上互相帮助的好伴侣 已经超脱了我们一般所说的 男欢女爱之情 我认为她们是一对彼此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